宇宙万物是妄念所变 即唯心所现唯实所变 请问 这个大全世界所现的像 是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变现的 还是一个人的阿兰耶诗所现 若是所有众生的实所变 为何只现一个宇宙像 因为所有人的起心动念都不相同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 眼前我们所见到的宇宙 这些万有 是我一个人的阿兰耶诗变的呢 还是大家一起变的呢 事实真相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变的 就是你这念头变的 那别的人他也有他的宇宙啊 没错 他变他的宇宙 那你们不在一起吗 不是共同的宇宙吗 说是共同的 这叫共业 实际上呢 还是别业 个人是个人的宇宙 我们手牵着手 你在你的宇宙中 我在我的宇宙中 我们念头上有相同的地方 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们变现的宇宙 就有相似相同的地方 好像我们在一起了 这叫共业 实际上呢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参合不到一起来 为什么呢 每人念头不一样 但是念头的本体 是一个 就是自信 愣眼睛上 就用大海作比 把自信比作大海 把我们每个人的 这个阿拉耶识 比作大海里的小水泡 你所见到的 一切宇宙万有真相 这个万有的现象 全是这一个水泡里面的东西 你没看到大海 你看到这宇宙无量无边大 我们现在科学家观察 这是至少200亿光年 这么长度的 这个宇宙这么大 那还是这一个小水泡里面的 现象 它比起自信 那就像水泡跟大海相比 没得比 等你把这水泡打破了 你就回归大海了 你发现 原来一切众生同一自信 十方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 这法身就是自信 就是这个本体 而我们因为迷失了这个本体 在大海里长出水泡了 所以就是阿拉也是变现眼前的境界了 那你是你的水泡里头的 我是我的水泡里头的 个人是个人的水泡 这样 让这个道理明白了 修要修自己 不是修别人 关键我自己要把我的水泡打破 怎么打破 放下自己妄想分别执着 就打破了 念佛人就用一句佛号 佛号一直念下去 这水泡就能破 大师之菩萨 就用这个方法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心开了就开大物了 明心见性了 水泡破了 回归大海了 你回归大海之后 看到一切众生的水泡 你都明了 因为他们没有离开你 你知道是一体的 所有水泡都是大海了 所以一切众生的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甚至齐心动念 你全知道 你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你能随众生心 应所之量 这是你的本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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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